8月8日晚上8点 成都大运会闭幕室 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举行 在世界最大的全景声 半室内半露天双面剧场内 据清6000万年历史 中国特有的拱铜树 从舞台生根 迅速生长蔓延 一朵朵象征和平的鸽子花 绽放其中 歌代表团旗帜 在随风摇曳的鸽子花下 进入舞台 舞台上一行摆放的31块屏幕 再现了大运赛场上的激情瞬间 并实时展现世界各地青年们 发来的弹幕留言 闭幕室文艺表演 共用三个章节 来致敬运动员 致敬志愿者 致敬未来 成都大运会闭幕室总导演贾丁表示 欢聚与告别 是这场闭幕室的关键词 欢聚是我们希望 能够在这么一个场地里 营造一个中国和世界的欢聚 而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大运会 所有的参赛运动员 跟这座城市的欢聚 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么一场 别开生面的欢聚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活力的中国 青春带给这个国家的力量 在整体的设定上 我们就是强调了一个字 就是燃 同时呢 还有一个告别我们的要义 毕竟是闭幕室 是为大运会要画上一个句号的 我们希望这个句号能够画得漂亮 能够让大家觉得这个句号能够印在我们每一个参与大运会的运动员的他们心中 随后进行了国际大体联会齐交集仪式 随着会齐移交给下一届大运会主办城市 德国莱因罗尔区的代表 大运会正式进入莱因罗尔时间 两年后 一场以水火之舞燃琴与共为主题的青春盛会 将再一次见证世界青年的团结与友谊 在全球大运会 在全球大学生运动员的注视下 展翅高飞的太阳神鸟 闲走烛火巨塔上的大运圣火 转交到一名象征着未来的女孩手中 随即女孩用力将圣火扔向远方 烛火巨塔顶部的圣火虽然熄灭 但无数的新兴之火将场内的青年照亮 因为刚好开闭幕式的创意烟火设计都是我 所以的话我们其实埋下了一个伏笔 就是开幕式的点火仪式跟闭幕式的熄火仪式的话 其实它是一气合成的形成的两个概念 如果说开幕式的话 它是一个表现一个阳光跟激情的一个状态 那整个闭幕式的一个熄火的话 它更表现了一个清人的一个就是纯洁 跟一个更美好的向往 成都大运会是世界大学生运动员与成都的欢聚 更是世界与青春中国的欢聚 过去的12天 18项运动见证了113个国家和地区 6500多名运动员的拼搏激情 更见证了这一代青年如何用磅礴青春 寻求多样文明的最大公约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